这是一个稍微和webpack沾边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对webpack理解的怎么样 但是现在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去做大型项目的话 webpack确实是基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是如果你在做公司里面的一些公用库的一些代码的编写的时候 webpack肯定是你要去接触的做配置的东西 所以大家后来建议大家你工作了之后抽时间 把webpack稍微看一看 对你帮助应该也是很大的 好 来吧 我们接着来讲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叫做setState之后 这个react做了一些什么 好 setState之后呢 其实我先了解一下大家是怎么想的 当你在react掉了setState之后 它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下言互相看一下 无所谓的你说什么都ok 好 对 ok ok 那 其实这个越过山丘同学答的这个其实是比较标准的 叫做调和的一个过程 那翻译成英文叫reconcele reconcele reconcele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当我一般在面试的时候问到setState的时候 我就直白点说不扯那些没用的了啊 我会这么去问 我说setState你一般怎么用 传一个什么进去 好 你是传一个对象还是传一个方法进去 大家在写setState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写的 这些什么呢 大家肯定很多同学都是这么写的 但实际上 最标准的官方推荐的写法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最标准的官方推荐的写法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或者课上是否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然后来教授大家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 当我们去做setState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永远都用函数式的调用 这样的话你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 不是省略第一个参数啊 大家仔细来看 setState以前你传递的是个对象 现在我传递的是一个函数啊 函数有一个返回值 口号表示返回对吧 口号返回了一个对象啊 而不是直接写对象 通过一个函数往外反一个对象 好 这样写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里我简单的来提一下啊 当你去反复的去 比如说啊 你原来的state是1 比如说我写一个age thisState.age++ 那以前你会这么去写 以前你会这么去写啊 this.setState thisState.age++ 大家来看这种写法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有没有问题 好 这什么问题呢 它的问题在于啊 你这个state.age++ 每一次让它啊 或者说++ this. 或者这么去写啊 加1 setState 它是一个异步的 那当你疯狂的点击一个按钮 去执行setState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会在页面上看到 age好 其实它有一个参数叫做prevState 加加prevState 这种写法 可能你在公司看到大家都写这个对象 你写成这种写法呢 大家会嘲笑你 这个好蠢啊 好好强啊 这个但是你会发现 哎 如果他们那么写 他们就会出坑 但是这么写 永远你都不会遇到坑啊 所以你这么写 养成一个好的编码形式啊 好的编码习惯就好了 好 setState呢 它是异步的 也就是接下来我面试的时候又会问一个问题 我会说啊 比如说我setState啊 把age加1 然后紧接着 我在下面就this.refs. 比如说有一个input啊 点 value啊 点value 好 什么意思呢 我页面上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input块 啊 它的refs等于 啊 这块其实怎么写才对呢 好我先写一个简单的吧 叫做input 它的value呢 等于 this.refs.refs.refs admit Buffalo 我简化了一个写法 如果我这么去写 然后我点了一下按钮 然后在下面马上去输出input.refs 那大家说它输出的是之前的 这个 比如说它初始值 ed的初始值是1 那我点击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也就执行完这个 马上执行它 你觉得会输出1还是输出2 好 输出的肯定是1 那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呢 能回答出1 OK 那么你基础我认为是OK的 箭头函数 说 其实啊 我记得应该是 难道不是setState有第二个函数吗 回调函数吗 也就是当你的State更新完成之后 会走第二个回调函数 在回调函数里面 你再去获得这个value value的值就应该是2了 是这样了对吧 好 这种问题 我想呢 setTimeout非常蠢的一个行为 如果我见到在公司里面 谁写了这段代码 我会毫不犹豫的直接找出去谈话的 所以你千万不用setTimeout 好 不做过多的评论了 但是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写就好了 你如果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个靠谱的工程师 看到你这么写会打死你的 那么类比的来看 顺便提点view吧 view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的呢 大家想一下view里面 你直接改了 哎呀 next tick next tick是正解啊 所以这块的东西你要穿插上 把它都联系起来去去看啊 好说到这儿啊 我知道大家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你也不知道 哎 你现在倾向于是view react都去看啊 当然我是建议大家 你可以有倾向性的去看 因为往往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他用react 他整个技术站都会是react 如果他用view呢 都会用view 如果react和view你都看 可能样子懂一点都不是很精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要有点重点 如果你偏向于view的话 那么你react稍微懂一些就ok了 把重点挪到view去 如果你对react感兴趣呢 你多一些经历到react上面view呢 有一些复杂的原码级别的东西啊 或者原理级别的东西啊 可以稍微放一放 另外我对这两个框架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当然 以前有同学也问过我说 view和react它的前景会怎么样啊 实际上view呢 它的一个出发点是针对一个小白的用户 也就是如果你不会view 你学view会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view你不可否认 很多东西呢 它是借鉴自react和 angle的而且它一直在借鉴 所以呢view其实自身的一些创意性的东西 包括对代码的这种编写的颠覆性的东西呢 并不是特别的多 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如果你单纯的开发一些应用啊 从简单性考虑来说 view可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尤其是你出入职场搞view你的压力会小一些 但是往后去发展 如果你想了解整个业界最先进的一些思想啊 跟着业界最先进的这些东西去走啊 我觉得react这个社区里面的东西相对view社区里的东西还要更新一些 比如说你看前两天react出了hook这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了解react16.7啊 现在是在beta版本里面有这个hook 16.216.6几 6的这个beta版本里面有hook这个东西 那16.7呢会正式的放出来 那它呢就完全颠覆了之前函数式编程里面 就就什么呢 就函数组件里面不能有state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如果你写一个function的component 也就是函数式组件对吧 函数式组件大家知道吧 在函数式组件里面只能接收props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function 这里只能接一个props 然后呢里面要return一个jsx 这就是一个函数式组件 这里面呢是不可能有state的 但是在react新的这个版本里面 它出了hook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写state了 它可以让我们面向以前是面向生命周期函数变成 现在回归到面向这个业务流程来变成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想法 但你会发现react先提出来它 然后呢过几天vill呢反应过来这个不错 然后呢vill呢要仿照react把它再融合到vill里面去 所以vill呢在新的技术上面一直在跟随 所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国外vill还是不是主流 还是react和angular用的比较多 所以这块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考虑 如果你做简单的项目呢 或者说你初学你搞vill是可以的 但后面呢建议大家去玩一玩react 它确实有的东西是比较有挑战 然后对你的设计综合能力的考量还是比较强的 ok啊setState是异步的 这个点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坑啊 这块其实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 因为它是异步的 有可能你直接在获取dom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你获取的是之前的dom的内容 那怎么办 直接放在围调函数里面去搞 好refs 我想问大家啊 我现在问这样一个问题 vill和react哪个能在公司利用 ok 这个这个不好说啊 就要看你公司用什么东西了 这个我说不准 有可能你的公司就用vill或者react 所以大家看你的喜好 如果你就是喜欢vill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自信 vill还能hold的住的话 那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要看一下 公司是否是vill的这个技术站啊 这样的话你去了会压力小一些 当然小也是相对的啊 大家如果经验不足的话 在开发的过程中确实 初期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一定是啊 要珍惜这个压力大的过程 因为你会发现啊 这个最痛苦的时候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 好 呃来吧 我提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说refs 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在业务场景下什么时候用过refs 通过这一个问题 我就能问出来大家在公司里面到底有没有工作经验 那大家你可以留言说一下refs 你在什么样的业务场景下使用过refs 好 操作dome 这个大家都会答到 那我想问 你什么时候需要在react代码里操作dome 来给我讲一下 为什么在react里面要操作dome 什么样的场景你需要操作dome 你要举一个例子出来 OK 滚动条之类的 这就很说的过去 什么呢 比如说呀 我点一个按钮 我想让滚动条滚动到最上面 这你怎么做 当然这块呢 其实你用refs也说不过去 没意义啊 滚动条你直接window scroll to top就可以了 所以refs你说的这个滚动条 可能不是我说的这个场景啊 好 refs呢 其实使用的这个场景啊 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呢 我渲染了一个图片 我想呢 是这个图片展示完之后呢 获取到这个图片的宽和高 好 你有没有办法直接获取到这个图片的宽高啊 你通过react 你怎么获取图片的宽高呢 他不能操作dome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就是图片渲染好了之后 然后获取到图片的宽高 比如说你做这个放大镜的功能的时候 在react里面你要实现放大镜 你就会发现你肯定要用refs 因为你要去获取图片的宽高之类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是refs的一些应用场景 你呢 可以了解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用完了也就忘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准备几个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说 负资组件传值 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使用refs传值 我觉得太不靠谱了 可能你自己写一些小的demo的时候 或者你负资组件用refs 这倒是情有可原 但真正的项目里面 你肯定是用props这些东西传值 refs直接去调用方法的话 还是有问题的 说明你设计还不是足够的合理 所以关于refs的这些使用的这个场景啊 我建议大家积累几个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图片的宽高啊 ok这样的东西 嗯 就就是一个你可以准备的一个东西 然后回过头来说到这啊 我想到了一个点 好 我写一个代码 这是一道代码 啊 这就是一个component 我哎 算了 全写了 ok ok 好 我现在呢 这个组件啊 它有一个需求是什么 当页面滚动的时候 我需要监听这个页面的滚动的一个事件 这块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样去写component 比如说它滚动了 我想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想在这啊 大家可以看啊 你如果在react里面用state或者props这种形式 每一次你都写这个constructor很烦人 但是如果你用redux的话 直接connect就完事了 好这里呢 我写一个top是0 好 这块呢 我显示的就是 this.state.r top 有可能代码可能我拼了有点问题啊 正在讲解这个知识点啊 当页面发生滚动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top值就跟着变 那你怎么写window.onscroll 等于function 或者attach event listener啊 add 这里你写一个scroll 这里你写一个scroll 好 然后呢 this.r set state top window 啊 或document their body theirscroll top 好 有可能稍微有点问题 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 在这儿你要监听window的滚动事件 当它滚动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当前滚动了多少显示在页面上 我就问大家 如果在一个组件里我这么去写代码有没有问题 它的问题在哪 好 同学们去想一下 有没有问题 它的问题在哪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代码啊 不要语法上可能会有问题啊 大家不要去啊 计较这个语法上的问题 我是从主件的角度来讲啊 这么去写就写完了吗 你在公司里面肯定是要写这样的代码的 这么去写代码写的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你觉得对呢 你就说对 你觉得不对就不对 ok point觉得没问题 看起来确实是没问题了 真的是没问题了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一样的想法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啊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还比较年轻 没有蹚过坑啊 好 我想问大家啊 你在Windows上绑了一个事件 对不对 是对的 但假设这个组件被销毁了 比如说你跳转了一个路由 它不显示这个组件了 我想问大家 Windows上的这个事件还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 好 存在 那么 this 里面的这些东西就不会被释放掉 或者说它被释放掉了 就会报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组件啊 一旦跳转到其他组件的时候 Scale事件依然会执行 但是这里面就会报一些错误 你呢还到处去找 到另一个组件里去觉得 哎 哎怎么这块 这个组件我刚写没有什么错误啊 就几行电码 怎么会报错啊 实际上它错误在这个组件里产生的 因为这个组件销毁的时候 它没有销毁掉 挂在整个Windows上的事件 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怎么写 好 OK 先改一个作用语 我把这个函数的引用 先保存住 保存住的目的是 方便后面去销毁它 所以你要写一个component View Mount Remove event listener 在组件销毁的时候 一定记得你在全局上绑定的任何事件 包括在DOM上绑定的任何事件 自己记得把它清除掉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写法 好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OK 然后呢 行 9点半了 这样的话 大家呢 可以先歇5分钟 我后面再给大家补5分钟 大家可以喝口水 然后 互相讨论一下 如果你在 你身边有其他的同学的话 好 我把电码呢 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35我们继续来上课 所以大家先休5分钟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